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5月26号 银保监会公布了今年一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数据 银保监表示 将会进一步加强监管引领 持续推进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工作 继续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 2020年一季度末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2.6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1986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1.91% 上升0.05个百分点 一季度 我国实体经济受疫情负面影响较大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存量明显增加 不良率快速反弹 值得注意的是 2020年一季度 个人住房贷款 消费类贷款 信用卡贷款总体平稳 资产质量相对稳定 一季度 个人住房贷款新增1万亿左右 增量较去年同期下滑2.4% 个人消费类贷款减少270亿元 其中 2月减少1600多亿元 3月新增1200多亿元 月度增量已随复工复产推进由复转正